2014年作文的第一題 就出了一個題目就是關於說 今天發生一件事 本來我想陳述幾件 歷陳幾件,據你歷真的 不過後來選擇了沉默 叫你借這個題目發揮 那就是很好笑的 就是外面有些人就說 考評局是維穩的 就說 甚至乎有些網上的報紙就寫了一篇文 去嘲諷他 就說他是在說自由行 那些東西叫香港人沉默 那這個當然不是 考評局是全世界最難的機構 在我上課的時候 我就教過2010年 A-level past paper 它裡面有一篇文章是梁實秋的沉默 它裡面是這麼說的 有一段是這麼說的 至於一般的人人君子 沒有不粉絲質族的時候 大多數是敏默無言 但也有 凌鳴而死,不默而身的人 這樣可以說是當世的激節 他們雖然不是全名仰壽 他在歷史上享有應得的清淵 在有不發言的自由的時候 而甘願放棄這一項自由 也是個人的自由 在如今 令這個世道混濁的時代 沉默是我們唯一的自由 梁實秋這篇文章是諷刺當時 國民黨統治時期 那種政治之敗壞 因為一般人願意說話的時候 居然是會受到不文明 侵犯人權的傷害 所以其實選擇沉默 正正就是對當世統治者的一種諷刺 選擇沉默 正正就是對一些暴君暴政的一種諷刺 梁實秋這篇文章是在講這件事情 考評局在2014年出到這條題目 正正就是 翻炒2010年這份past paper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據你力真的時候 我們選擇沉默 就是對世道 對社會不公義的一種諷刺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這樣回答 也有另一個層次的 就是在講中國道家文化 沉默是今 不真之真,天下莫之能與真 有時候我們不出聲 沉默呢 反而是可以保存到自己的名字 你可以這樣回答 或者第三個可能性 贏了一場交,輸了一個家 這樣值得嗎? 但是anyway 從哪個角度回答都好 考評局出這條題目 從來就不是維穩的 考評局可以這麼說 這麼多政府部門裡面 最真正的部門 你從他past paper 往年 你也可以看到 有不少這些端藝在裡面 多謝大家收聽 趙善軒,DSE即時分析